主辦單位今早舉辦傳媒預覽 吸引大批記者到場採訪 有市民指 多拉A夢是她的童年回憶 特意買非懷面 今次來是觀察一下人流 以及看看擺設 下次會帶上色品來打卡 多拉A夢作者 藤子F.不宜紅的次女 來香港出席今天的開幕禮 這次特展以香港作為首站 分為免費和收費兩個展區 星光大道的展區免費開放 尖沙咀K11 Muccia商場六樓展館 則屬於收費區 適逢暑假期間 展覽吸引不少小朋友 其中有帶著小朋友的家長表示 已經買了付費區展覽的門票 將會在8月入場參觀 市民在外圍參觀期間突然下大雨 但有市民說無損慶智 只為講下雨 也是一種風景 出太陽反而太熱 下雨就可以有兩種天氣的體驗 出太陽反而飛出 有一點點 出太陽反而飛出